好 美國宣布將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以及太陽能產品進口關稅 翻倍調高到50% 我們今天請教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 你怎麼觀察台廠相關的供應鏈 要如何迎接這波轉單契機 請教您看法 我覺得要去看到這次美國政府 對於中國課政的這些高額關稅 能不能讓我們台廠獲利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去看我們台廠 的一個供應鏈是不是中國的供應鏈 或者是是在歐洲或美國的供應鏈 如果是在中國的供應鏈的話 那一旦中國的這些產品被課政高額關稅以後 那其實對整個中國產品來講 他們的生產成本一定 應該說最終的這個銷售成本 他一定會大幅的增加 那其實對於我們台廠是不會有轉單的效應的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這個產品 他是以歐美的供應鏈為主的話 那就要看課政的這個高額關稅以後 真正會影響到最終市場的價格到底有多高 如果中國的產品 因為課政的高額關稅 那他的售價 增加的幅度 能然是比百分之一百或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來的少的話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會讓消費者 在原來想要買中國的產品 轉換成想要買美國或歐洲的產品 其實這個必須要再進一步的觀察 我們很難樂觀說 光看到美國對於中國的產品 課徵這個高額關稅就馬上說 那台灣的產品就一定有 這個所謂享受到所謂的轉單效應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今天如果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電動車相關的零組件都是賣給比亞迪的 那比亞迪的電池變貴了 那整台車子還是變貴了 整台車子既然變貴了 那這個時候到最終市場上去 那銷售量下降 我們台廠的中間財還是賣不出去 如果這一些中國相關的這個電動車的零組件 也是會被歐美的大廠用到的話 那成本一旦提高 那當然也一樣會去傷害到這一些 其他國家他們的品牌供應鏈 他一定會受到傷害 所以是不是台廠可以受到西產地的優惠 我覺得我是沒有那麼樂觀 更重要的是其實過去美國不是沒有對 中國的產品課增關稅 那我們台灣的廠商有沒有真的受到所謂的 這個轉蛋的效應呢 比如說中國過去太陽能的模組 那被課增告關稅以後 許多的廠商紛紛從 越南 泰國這些地方 那從中國進口再透過 越南的 還有泰國這些東南亞國家 出口到美國去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看似他可以節省關稅 但是後來 美國政府也在對於東南亞 越南 泰國 柬埔寨這些國家要課增所謂的反規避稅 而且有找到幾家廠商 確實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規避美國政府的高額關稅 那 一旦是這樣做的話 如果我們台廠 也有去這個做相從類似的事情的話 這些台灣的廠商一樣會被課增所謂的反規避稅 而且我們在講對台廠受益 應該是要對台灣的廠商 實質的這個出口有所幫助 或對台灣在中國的這個產能 會有一些幫助 如果只是 對於 廠商他片面的這種利潤的增加 可能這種真正的優惠 可能不是來自於 廠商競爭力的提高 而是來自於 因為你規避稅付 但是你一旦被課增反規避稅的話 你這些稅付就會全部會被 美國政府再抽回去了 所以整體來講 如果我們要去看這個轉單效應的話 第一個你當然要去看他的 我們台廠的供應鏈是處在哪個位置 第二個因為台灣的廠商 不管是在中國的廠商 或在我們台灣自己當地的這些廠商 我們主要的這個出口產品都還是以中間材為主 我們的中間產出口高達70%以上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要說 我們就會因此而受害 我們還是要去看這些中間產品 因為坦白講中國 產品的價格是遠比台灣的價格低很多 即便 他去 用了很高額的 面臨很高額的關稅的課增 他是不是會對我們台灣的廠商帶來好處 其實這個是很難從 A國被課了以後 那B國一定會收費 這樣子簡單的邏輯來看的話 還是要去看整個產業結構 跟整個市場的接受度 如果課增關稅以後 中國的價格還是比較低 我想這種轉單的效應 可能還是會相對有限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看 不可以 不可以